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了解到 因为大师早年接触余佑热先生的书法 也从中悟到了一些 或者说了解了一些 柔中带刚的书法的书写的道理 另外因为郑曼清老师来学派籍 从中也悟到了有份和跟道家有关的无为不治 或是无为而无不为 而用在书法上的一些修为 那这些道理其实都跟美人人的心性跟修为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练习书法的过程当中 常常必须要透过心性或是修为来锻炼自己 来让自己的书意更加精进 也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那我也在课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了解到 前两天我们还听了一场展览前的导览 那提到幼老的书里面讲到不要把字给写死 如果这个字写死怎么样都不会成功 那而且要写活 那廖老师也说呢写字的时候要强调气韵 所以我们通关这个无死字 或者是要活 要跟气啊 都跟人的营养身体 营养天脸 这个养生之道息息相关 所以呢我们今天大家一起立临现场了解 或是观赏廖老师的书法作品 一定可以体会到书到中间贯穿天脸人之间的养生之道 跟心性的修为 那我也很荣幸在这个地方 你看喔 我的左边左倾龙 右白虎 龙虎精神 对不对 其实我昨天有先来现场偷看 像不像一掌柔中带力 一掌厉透纸被气罐输犬 对不对 右边这个虎字像不像打太极的一套柔顺的动作 所以下豪对不对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大家只要来这个我们今天晚上 中南国家华康 参观这样的展览 一定会体会到辽老师的精气神 无怪无他今年高零酒疏 我们来申请立马 我们给辽老师一个认识的掌声 那再次欢迎各位嘉宾 各位市长 各位好朋友 经常光临我们的国务经典馆 来参观展览 尤其是我们这一檔辽老师的特展 谢谢大家